大家好,我是老肉 今天的节目啊,咱们来聊海豚的传奇故事 说2012年的时候,巴西的一个海滩上出了个事 大老远的就看见有什么东西从海里往沙滩这边游过来 越来越近,等足够近之后 大家才发现啊,原来是一群海豚 不过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海豚啊,就这么直勾勾的冲过来 完全没有要减速的意思 等他们发现不对劲,有几只准备掉头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大约有30来只海豚就这么撂在了沙滩上 幸好啊,当时沙滩附近人不少 大家一拥而上,把海豚们往水里拖 前后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化解了危机 相当的给力 咱们都知道啊,鲸豚类动物搁浅是常有的事 尤其像领航精啊,海豚啊,这类群居动物 几百只同时搁浅都有过,相当的迷惑 一般来说的话,他们都是搁浅之后才被人发现的 像巴西这次直接拍到搁浅过程的非常非常罕见 至于他们集体搁浅的原因呢,有好多说法 有人说是船只的噪音干扰了他们的回声定位 有人说是地球扰动让他们的导航出了问题 等等等等 当然了,验证是很难验证的 你也不能去问他们了,是吧?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说得清楚 不过呢,2017年的一项研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海豚非常聪明,这个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们有颗厉害的大脑 海豚的大脑比人类的还大 占体重的比例达到2%左右 仅次于人类的2.5% 而且它除了大之外呢,结构还相当复杂 比如人类的大脑当中有一种神经元 叫仿锤体神经元 负责社交行为,情绪表达这块 海豚的大脑里也有 而且跟人类的同源 这说明他们可能跟人类一样 也执行类似的功能 所以海豚的大脑呢 也就成了好多科学家重点研究的对象 2017年的时候 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们解剖了搁浅死亡的海豚 研究了他们的大脑 结果呢,发现了两种似曾相识的病变 一种叫沉积的斑块 另外一种叫神经纤维的缠结 这俩具体是什么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不过要说他们所代表的疾病 相信好多人都听说过 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 这种通常只发生在人类大脑当中 而且原因尚不明确的疾病 竟然有海豚也确诊了 这让科学家们惊掉了下巴 好了,回到海豚搁浅的原因上 说海豚啊,非常喜欢抱团 少到十几只,多到上百只 甚至还观察到过 一千多只海豚的超级大群 就很离谱 而且不管人数多少呢 海豚在行进的时候 一定是统一行动的 领头的海豚往哪去 大家就都往哪去 毫不含糊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领头的海豚 刚好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脑子里有点小瑕疵的话 会不会在领航的时候 出现重大失误呢 这会不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在海豚身上的一种症状呢 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 只不过这病症所造成的后果 实在是有点太严重了 之前在讲虎精的时候 重点聊了虎精捕猎的事 作为海洋里最顶级的捕食者呢 虎精的捕猎技巧 可以说是相当惊艳了 他们会制造海啸 把躲在浮冰上的海豹冲到水里 他们会让大白沙僵直 不费吹灰之力的叼走大白沙的肝脏 就连灰精啊蓝精啊 这里巨无霸 虎精也有办法 对于猎物们的弱点 绝对拿捏得死死的 不过要说最霸气的 那还得说是冲滩捕猎 海豹正在晒太阳呢 这货竟然直接冲上来了 人家上岸了都不放过 实在是有点太嚣张 就是这么一种 看起来蛮不讲理的玩法 没想到海豚竟然也会这么干 海豚在捕鱼的时候 会组成小队 一起把鱼往岸边赶 等鱼群无路可退了 海豚就突然冲刺 连鱼带水带自己的 一起扑到海滩上 等水退下去之后呢 只要张开嘴等着 活蹦乱跳的小鱼们 就会自己蹦过来 非常巧妙 而且啊 海豚小队冲到岸上 也是有配合的 它们会把身体尽量连起来 形成一个屏障 封锁住小鱼 相当有战术 这冲滩的气势呢 也有点虎精的感觉了 考虑到海豚和虎精啊 在生物学分离里面 都是尺经小木 海豚科的 算是同门 看来这冲滩捕猎 很有可能就是 海豚科的独门绝技 不过话说回来了 好歹您海豚 也是水生水长的 水生动物啊 是吧 这躺在地上吃鱼 也是没谁了 动不动就吃一嘴泥 浑身脏兮兮的回去 实在是有点不够文雅 传出去让大家笑话 怎么办呢 好在啊 海豚也有足够文雅的吃法 说好多在加勒比海 航拍的镜头啊 都拍到过这样的画面 浅滩上突然出现一道浑水 逐渐弯成个圆圈 怎么回事呢 哎 这就是海豚文雅的吃法 通常被叫做 modering 泥环捕鱼法 海豚找到一群鱼之后啊 不着急冲过去 而是先围着鱼群转圈 一边转圈 一边拍尾巴 把水搅浑 困住鱼群 这些鱼啊 有个特点 它们胆子很小 一般不敢直接穿过浑水 所以它们就会尝试跳出去 这一跳 海豚的目的就达到了 海豚们又是只要张开嘴 等着它们往嘴里蹦就完事了 既不会冲散鱼群 又不用费劲去追 非常完美 而且最后吃谁不吃谁的 全看缘分 运气好的就逃走 倒霉的就掉嘴里 有点将太空钓鱼 愿者上钩的意思 相当的洒脱 说到这儿啊 有观众可能会有印象 咱之前讲坐头鲸的时候 说过坐头鲸的泡泡王捕鱼法 跟这个很像 不过呢 坐头鲸是在比较深的地方 一边转圈 一边喷出气泡 用气泡王把鱼群给困住 然后张开大嘴 鲸吞鱼群 相比之下呢 坐头鲸的比较霸气 海豚的比较优雅 当然了 这也跟它们的饭量有关系 不过从捕猎思路来说的话 还是很像的 那么问题来了 考虑到海豚这么聪明 模仿能力这么强 它们的泥环捕鱼法 会不会是跟坐头鲸学的呢 咱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 首先说坐头鲸的习性 它们的狩猎场在高维度地区 寒冷的海域 迁徙到热带海域的时候呢 就只顾着交配繁殖 不吃东西了 所以理论上来说啊 加勒比的海豚 应该没见过坐头鲸的泡泡王 另外到目前为止啊 科学家们只在加勒比海发现有海豚这么干 其他地方还没发现 也就是说 在其他海域见过泡泡王的海豚 传授给它们的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啊 这很有可能是一种加勒比海的海豚 自己开发出来的新技术 至于日后会不会普及给其他海豚 那就不得而知了 接下来啊 咱再说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说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 有一个海湾叫鲨鱼湾 除了有鲨鱼和标志性的鲁根之外呢 也有很多海豚 而且鲨鱼湾的海豚啊 是目前已知的 唯一会使用工具的海洋哺乳动物 相当了不起 具体怎么回事呢 说鲨鱼湾有好多鱼 喜欢趴在海底 或者钻到石缝里去 这就带来两个问题 一个是海豚的回升定位啊 很难找到他们 另外就是逮他们的时候啊 经常会撞到嘴 非常闹心 怎么办呢 海豚想了个主意 他们把一些海绵动物套在自己的嘴上 像戴了个面罩似的 把嘴保护起来 然后就可以驱赶沙石里的鱼了 是这么个用法 另外鲨鱼湾还有些海豚呢 就更厉害了 他们发现有些鱼啊 在被它追的时候 会躲进一些海螺壳里 因此就受到了启发 只要发现了空的海螺壳 就把鱼往海螺壳这边赶 等鱼钻进去之后 叼起海螺壳往嘴里倒就可以了 这个操作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人类抓龙虾螃蟹什么的 用的那个笼子 你以为是个藏身之处 其实是个陷阱 一切都是高等哺乳动物们的设计 智慧型不适者的杰作 好吧 这又是冲滩 又是泥环 又使用工具的 可以说在捕猎技巧方面啊 海豚已经直追虎金老大哥的水准了 智力水平有点不相上下的意思 虽然因为体型的差距啊 海豚仍然会成为虎金的猎物 不过从他们的一系列行为来说呢 似乎海豚才是更接近人类的那个 之前咱做过一期关于酒的节目 说其实除了人类之外啊 动物界也不缺酒鬼 比如说吃马鲁拉果的非洲象 体型很大 酒量一般 吃果子也能把自己给放倒 还有圣基特岛的猴子 一看见酒就走不动道了 动不动就喝得东倒西歪的 其中最厉害的 还得说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海豚 海豚们用来助兴的东西啊 可就不是酒精这个级别了 河豚大家都知道是吧 这玩意儿毒性非常非常大 说一只河豚的毒素 就可以杀死30个成年人 相当危险 不过呢 如果他碰到海豚的话 画风就比较奇怪了 任凭河豚把自己鼓成个球 摆出一副愤怒的姿态 也阻止不了海豚们的兴致 海豚会把河豚叼在嘴里 既不咬破它 也不咽下去 就这么缩落 感觉到位了 麻镜上来了 再传给自己的小伙伴 大家都洗一遍 所以到最后 河豚被放走的时候啊 每只海豚都眼神迷离的 就那么在海面上飘着 这种放飞自我 飘飘欲仙的状态 相信部分喝酒的朋友 应该是有体会的 当然了 这并不说提倡喝酒啊 咱主要说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作为野生动物来说 它跟人类不一样 你想啊 一帮人喝成这个德性 随便来个虎金 或者大白沙什么的 肯定被一锅端了 是吧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还要喝成这样 是不是感觉海豚们 除了填饱肚子 躲避天敌的本能之外 还有点精神追求的意思呢 就像人类的亲朋聚会一样 是不是海豚 也有酒逢知己 千杯少的想法呢 咱再来看接下来的几个例子 刚才咱说冲弹捕猎的时候 大家已经看到了 就是海豚啊 它有组队的习惯 而且海豚这个小队呢 通常并不具备亲缘关系 基本上是三五只年轻的熊海豚 组成一个小团队 它们会同步行进的节奏 统一发生的音调 一起捕猎 一起吸河豚 甚至还被发现 一起围困雌海豚 轮流获得交配机会 这对于动物来说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然后这个小团队呢 也会融入到大群体当中 跟着大部队一起行进到其他海域 对比人类行为的话 就相当于几个要好的哥们 一起回到了公司那样 这种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同盟 就说明海豚在社交方面啊 可能已经向人类靠拢了 另外呢 有些海豚跟人类建立了关系 甚至会让你忘记 它们野生动物的身份 比如巴西有个沿海小镇啊 叫拉古纳 这儿的海豚就很特别 它们会干嘛呢 它们会帮渔民捕鱼 渔民们拿着网在岸边等着 发现鱼群之后啊 海豚就会驱赶鱼群 把它们往渔民这边赶 等鱼群足够近 足够密集之后 大家一起撒网 轻松搞定 不用驾船出海就能捕到鱼 非常惬意 所以对于拉古纳的渔民来说呢 相信他们跟海豚的关系 已经突破人与野生动物的界限了 那么除此之外啊 还有个人也在尝试突破界限 他就是野生海豚计划的创始人 丹尼斯·赫辛博士 赫辛博士从1985年开始 每年花5个月的时间 在巴哈马群岛研究海豚 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 他的目标啊 相当震撼 什么呢 就是研发一个类似 同声传译的系统 实时跟海豚交流 听起来就很科幻啊 是吧 那么这个事儿 从哪入手呢 赫辛博士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简单的符号 一个是模拟海豚的叫声 比如海豚触碰月牙的话 就给它围巾 同时发出定制的海豚音 让海豚知道啊 这个声音就代表围巾 这些规则啊 被内置在一个叫做 Chat的穿戴设备里面 海豚发出特定声音的时候 人类的耳机里面 就听到围巾这个单词 同样的道理呢 当人类说出围巾这个单词的时候 Chat就会发出特定的海豚音 海豚听到之后 就会把围巾送过来 是这么个原理 当然了 贺行博士也强调了 说这个事儿啊 目前是非常初级的阶段 离实际应用还差了很远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线阶段来研究 他们发现海豚 并不是无法沟通的 这种人与动物 直接交流的可能性 才是海豚最特别的地方 可能有观众已经发现了 就是上面的几个故事 不论是海豚的捕猎啊 社交啊 还是跟人类的互动啊 都发生在野生水域 所以接下来呢 咱们来聊聊圈养海豚的事儿 大家都知道啊 圈养的海豚在经过训练之后 会跟人类建立亲密的关系 会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 不过跟野生海豚不同在哪呢 就是这些互动啊 都是以喂食为基础的 是靠食物奖励去动的 那么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 到底是不是海豚想要的呢 咱们来分享两位海豚训练师的故事 李克奥巴里是上世纪60年代 迈阿密水族馆的首席训练师 他训练的五只海豚 还出演了当时的热播剧 Flipper 可以说相当成功了 不过1970年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事儿 就是在一次训练之后 曾经出演过Flipper的明星海豚凯西 竟然没有浮出水面 而是选择了自杀 这让奥巴里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他开始反思圈养海豚这件事儿 到底对不对 后来他不仅辞掉了训练师的工作 还致力于宣传圈养海豚的危害 劝说水族馆释放海豚 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 另外还有一位训练师呢 是来自日本的田园龙子 田园曾经是白冰冒险世界水族馆的训练师 主要负责训练海豚和虎鲸 1985年的时候啊 水族馆引进了一只虎鲸 名字叫高楼 田园作为高楼的训练师呢 天长日久的就跟虎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不过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啊 田园在加拿大见到了野生的虎鲸 当他看到虎鲸挺着两米高的大背棋 在大海里畅游的时候呢 就想到了自己训练的高楼 因为高楼的背棋啊 一直都是歪在一边的 基本上没立起来过 跟野生虎鲸的差别非常明显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田园就决定辞掉训练师的工作了 其实像是虎鲸啊海豚啊 这类高级步入动物 它们到底适不适合水族馆 一直都有争议 一方面它们让更多人 有机会了解它们 喜欢它们 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呢 它们作为有丰富情感的动物 却被剥夺了自由 确实是个难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看法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一下吧 好吧 如果说应不应该圈养的问题 还存在些许争议的话 那么接下来咱要说的事 就完全不可接受了 2010年的时候啊 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 最佳纪录片奖获奖影片 叫做海豚湾 所记录的事情 发生在日本合格山县的太地厅 太地厅拥有很多风景宜人的海湾 也是海豚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不过遗憾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儿的海豚捕猎活动 却把这些海湾都染成了血色 太地厅的船队 会通过敲击钢管来驱赶海豚 把海豚群赶进海湾之后 拉网把出口封住 接下来就是残忍的屠杀了 一部分海豚被直接在海湾里杀死 一部分被活捉 准备卖给海洋公园 每年通过这种方式被捕杀的海豚 据说大约有两万三千只那么多 非常的惊人 当然了 太地厅方面也表示了 说这是他们的传统文化 应该被尊重 不过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从历史记录来看的话 他们是因为1969年的一次展览会 才开始用这种方式捕杀海豚的 不过50年的时间 就能算传统文化了吗 这么说显然是靠不住的 而且记录片里还提到了一点 就是海豚肉的拱含量非常高 食用海豚肉其实对健康非常有害 太地厅居民体内的拱含量 大约是正常人的4倍左右 同年龄段的死亡率也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所以吃海豚这件事实在是不怎么靠谱 最后咱再分享一个事 就是加勒比海南部的库拉索岛 库拉索水族馆也有海豚 不过并没有采用完全圈养的形式 每周他们都会打开围栏 把海豚们放归野外 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回来 这种相处方式感觉就和谐多了 是吧 其实我觉得对于太地厅来说 这也是个不错的参考 既然海豚们喜欢那些海湾 为什么不适当的发展旅游业呢 如果把用来捕杀海豚的渔船 改造成游船 带游客们出海的话 我觉得应该比捕杀海豚赚钱多了 毕竟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 大家更喜欢的是活蹦乱跳的海豚 而不是一块一块的海豚肉